各位朋友欢迎你来到一号真相台 让我带你穿越谎言的迷雾抵达真相的彼岸 这两天的老友粉丝问 我说浩哥这个王志安这两天 局斗法轮功枪挑民进党 挺热闹的是吧 你得给我们讲讲这个王志安 为什么被中国封杀了呀 王志安最近宣称 当然了王志安的那个风格 就是不甘不息阴阳怪气的 说如果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为什么我会被驱逐两次 他的意思是 我被两岸的中国都给驱逐了 是吧 那这个王志安用的这个词儿 驱逐 那等于说是中国大陆 把他给撵跑的 不是 这个王志安 这属于给自己脸上贴金 你说吧 台湾也没驱逐他 而是台湾不允许他入境了 所以王志安有的时候也是满嘴跑舌头啊 你反正只要是一去代言独轮运 那这个离摇棍也就不远了啊 各位啊 这个驱逐这个词儿用的不准 王志安是逃离了中国 为什么呢 为什么逃离的呀 这个事儿 我们啊能够在网上查到的 你比如说法轮功的大忌愿啊 那那位说了你法轮功那不都是他娘摇棍吗 哎 法轮功啊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风化啊 但是其中有百分之一还是可以看看你 是吧 那么法轮功是怎么说的呀 各位啊 说这一九九八年啊 王志安进入了中共央视新闻评论部 成为党媒喉舌的临时工 先后在时空报道直通现场时空连线等栏目任记者编辑策划 一时间做的风声水起 这是事实啊 2017年王志安被央视下岗 那是被央视开了呗 之后他加入了新京报成为该报的吴正记者 主持局面视频栏目啊 确实是王志安去了新京报下属的这个视频栏目 主持局面 当时采访周立波呀之类的 采访这个转金大米啊 风声水起 视频也是很受欢迎 可是为什么突然王志安的局面就被封杀了呢 王志安说实在那个局面的那个内容啊 也没有什么犯计的 他也没有什么这个阴阳怪气的要什么搞什么颜色革命之类的倾向 没有没有 那都是很正常的节目 为什么突然就疯了呢 各位 也的确啊 这个事情好多人也是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 这个王志安的仇人方舟子说 说2017年6月堂堂的央视记者王志安被央视下岗以后被新京报收容当吴正记者办视频栏目 当时代自更还当新京报的社长号称要发展视频 王志安是他请的吗 这个事儿确实是当时呢 代自更是新京报的社长 可是呢 代自更被抓了各位啊 我们再往下看啊 当时新京报欢迎王志安啊 资深媒体人王志安人称王菊 整天活跃在微博上发表自己所了解到的新闻事实及看法 顺带着怼怼网友怼怼同行 最近又跟宿敌方舟子干上了 两年前王志安是央视记者的身份 他则是现在新京报的首席调查记者 王志安今年6月份去新京报没过多久 局面栏目开始活跃在各个社会焦点话题 央视级别自然要比新京报高 况且呢 王志安广电出身 而后者则是纸媒打破两者的边界 实现了较好结合的关键在于我们视频 新京报的原社长戴兹庚曾表示 2016年开始新京报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的报道 都通过全媒体的融合报道 连线现场直播调查深度评论 动画与短视频 这也是传统媒体最后转型的一个机会 他认为视频是新闻的终极表达 虽然是纸媒但是视频依旧不可或缺 个人认知的潜定下 保持新京报一贯对深度原创优质内容的内容性 并主打只做新闻 是吧 这个说不做而他而他的意思就是听来的 我们视频应运而生 说要继续做新闻调查的王志安 加入了我们视频顺理成章 局面成了一个节目 王菊的到来 帮助我们视频在质量上提升了一大截 且王菊现在本人的影响力比在央视更高 这是双赢的结果 我们视频的副总经理彭远文告诉记者 是吧 你看确实当时他是戴自更请过去的 王志安的幕后老板就是新经贸的社长 戴自更 戴自更那是一个老牌的媒体人 这个戴自更也了不得呀 戴自更56岁当年啊 这个现在已经被抓了啊 是浙江宁海人 曾任光明日报社的编辑 驻新疆的记者 广东记者站的站长 2003年光明日报与南方报业 南方都市报跨地区合办了新经贸 戴自更是创报的元老 2017年8月 戴自更从新经贸离职 转任北京闻头集团的副董事长 总经理 任职啊 当时王志安加入新经贸的时候 确实老板是戴自更 可是戴自更出事了 各位啊 戴自更出啥事了 是2019年的6月份就传出来了 新经贸原社长戴自更已经被带走调查 中央纪委6月10号的时候 证实了这个消息 2019年啊 官方的没有披露这个原因 是吧 那么这个戴自更呢 被称作是严重违纪违法 被双开 2020年的3月6号通报说 戴自更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对抗组织审查 注意这句话啊 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啊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违规所得持有实际使用高尔夫球俱乐部的会员卡 违规组织参加公款支付的宴请 高消费娱乐活动 超标准举办会议 不如实报告个人的有关事项 这些都不重要啊 哪个国企领导当时按18大要求都有这些 未经批准出入国防 国境 边防境拥有非上市公司的股份 获取巨额收益 在分配购买住房中侵犯国家集体利益 违规兼职取仇 收受他人给予的期权 这都是贪污部分了啊 在党的宣传工作中 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句话啊 在党的宣传工作中 不正确履行职责造成不良影响 追求低级趣味 造成这种不良影响 与他人发生不正当的性关系 伪造身份证件 利用职权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他人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北京反腐机构批评戴子庚 在中共18大后不收敛 不收手 1819大以后不知敬畏 不知恶 不知止 违反 违法行为 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 给党和事业形象造成严重的损害 违归给予戴子庚双开的处分 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这是当时的一个报道 各位 就是王志安的老板被抓了 这是当时都有报道 戴子庚祸刑八年 但是没有公开 已被投入北京市 监狱 开始强迫劳动了 所以那位说那戴子庚被抓了 那跟王志安出逃 有什么关系呀 各位 王志安 确实应该是因为老板被抓 他害怕了 跑的 跑的 各位啊 我们没什么证据啊 各位你想啊 如果 王志安是戴子庚的小跟班小兄弟的话 那戴子庚的经济违法案件里边 王志安 沾没沾挂落啊 难免的吧 各位 难免的吧 那至于说王志安有没有为了尽心经贸 给戴子庚送钱呢 这个咱们不知道 啊 有没有可能 各位 有没有可能 有 有就是 行贿罪 自己的老板被抓了 王志安 王志安 怕不怕 那肯定怕嘛 对吧 再说了 那戴子庚是因为什么罪抓的呀 各位啊 这个事比较大啊 那根据这个罗儿媒的报道 说 船舍 吴小辉案 那那位说的 这个听床师说的这玩意儿准不准呢 啊 这个东西吧 我们看啊 我们看这个关于社 吴小辉案的这个事啊 是这样的啊 说那个北京的消息人士说呢 戴子庚 调职以前 调离新经报以前 新经报曾刊发大幅度的报道 安邦集团原董事长吴小辉的新闻 为其辩护 这个事有没有 有 有 他确实是为吴小辉辩护了 吴小辉2017年6月被带走调查 2018年的5月因为集资诈骗罪 职务侵占罪 一审判处18年有期徒刑 并处没守财产人民币105亿元 啊 吴小辉是邓小平的前女婿 孙女婿啊 这个 离婚了已经应该是啊 且是多个权贵家族的白手套 涉嫌参与2015年这个所谓的经济政变 当然了 这些词呢都是轮子的词了啊 那可信可不信 但是他确实为吴小辉辩护过了 公开消息北京市委巡视组2018年进驻了新京报 巡视组称 该报的党委领导核心 作用薄弱 党委履行主体责任不实 纪委监督责任 缺位存在着公款旅游 铺张浪费 奖牌上报销随意性大 审批流程过于形势等问题 啊 消息人士透露 戴子庚离开新京报 本以为或有转机不料 如今仍在劫难逃 这次应该是政治账 经济账一起算 啊 对吧 各位 你们觉得 这个有没有道理啊 我个人认为啊 这倒不是 这倒不是空穴来风 戴子庚应该是真正的牵扯到这种 顶层的大案里边去了 王志安作为戴子庚的马甲 要不是那个马仔 王志安逃离中国 应该是老板被抓的原因 王志安怕了 啊 所以王志安 说他两次被两岸的中国驱逐 不是事实 是吹牛 王志安的真正的应该是逃离了中国 各位 这就是王志安逃离中国的真正原因 你们认为啊 如何呢 欢迎留言讨论啊 所以这个案子 大的捅破了天 王志安在中国被封杀 那是无解的事情 所以王志安只能是逃出来 吃舔独轮运这碗饭了 点个订阅 咱们下集再聊